我記得大概是1985年 我媽就在廚藏街 在一間集貨部的前面 放了一張小小的桌子 就只是賣雞一隻 因為那時候 家裡的經濟不太好 我爸爸的身體也不太好 就為了阿公我們讀書 所以他就在那裡開始賣雞 初初賣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伯伯在那裡賣 在廚藏街 就只是夾舞羽煙 熟客多數都是在伯伯那裡賣 所以我媽的生意也不太好 我媽就用這一招給人試 就像現在在超市市場一樣 給人試吃 這些方法應該沒有什麼人做 是否自己做的 是呀…真材實料的 是呀… 坐吧… 開始生意好一點點 那時候 那些鄰居會不喜歡 因為… 是不是也叫做多了一個競爭 賣了幾十年的戒丫 她賣了同樣的東西 擺明是爭人分 不是在…都不知道想什麼 那時候我們是住很遠的 不過我媽每天都坐巴士去開檔 去廚藏街開檔 沒有說休休息過 我記得有一次 她在巴士裡面 她沒有位置坐 那時候站著 那時候不坐巴士 不知道為什麼 無緣無緣無緣 就知道這些東西 媽媽都道謝了 所以那天就開不了檔 雖然那時候是很狂 不過我們都沒有說減過了 而且那時候還是年輕 所以我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我媽媽要這樣做 雖然我媽媽是很努力 不過生意也不是說很好 直接到每天有個小客人 給她一個藝人 唉呀 最初屋裡沒有了選水種 不然的話 一定給你買多點 一口夠了 選水種? 這個選水種 為什麼這東西很好吃的 是你的 謝謝你 我選水種 是你的 謝謝你 謝謝你 阿哥 我需要三罐 我們怎樣選水種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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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此之後的生意就好很多 那時候開始 每個市場街的人都叫你做 家家婆 早晨 早晨 這麼威風 陪媽媽來開檔 我媽媽在廚場街 買了都有30年了 幾乎每天都有開檔 直接到去退休 之後我媽媽就回來家鄉見證 雖然我媽退休了很久 不過我用了她的名字 和餐廳 來買了她的雞 隔了很多年 很多人的肌肉 都覺得很驚喜 在這裡遇到市場街的雞 這位婆婆 她以前在市場街擺檔 以前有沒有沒有吃 我都沒想到 我媽媽以前 這麼小的生意 現在可以做到這麼大 又這麼出名 還可以一代傳一代 這樣傳下去 如果我有一天有子女的話 我都希望把這個生意 繼續傳下去給你們 我們不會正常 有一個小姐姐 是